大統長機公司去年10月爆發了 甲油風波 違法添加銅葉綠素 當時陸陸續續查購了 9800瓶的各式油品 7號台南市衛生局開始回收 要再製程升值產油 去年10月大統長機食品廠 爆發油品混沖 以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 台南市衛生局陸續在全市 226家經銷商回收多達 9800罐油品 7號開始著手回收 7號在我們 衛生局中心辦公室 然後4月9號在原台南市衛生局的 大東就是這邊辦理有關 大統長機的油品跟醬油的 之前回收的案件 由大統長機公司負責回收 台南市柳營農會展售中心 也因為黑心油品的影響受到波及 就是有錢也買不回健康 這是重點 那今天他竟然有這個誠意出面 我希望就是把這個事件 做到圓榮 做到好 對於商家關心的賠償問題 大統長機公司表示 已經有相關賠償辦法 會進行後續處理 聯合報收新捷彈達報導